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怎么给游戏添加缩略图 这里面涉及到的知识点也很多 首先这个缩略图应该放在什么地方 在RA的主目录 最后一个文件夹叫Subnails 就是缩略图的意思 进入这个目录会看到很多平台 还是进入FC 这个FC下面有一个文件夹 这是截图名称 这里面有很多图片 图片的格式都是PNG的图片 记住不是GoPG不是GPG 就算是把GPG文件手动改成PNG文件 这样修改也是不能用的 必须是原生的PNG文件 我添加的这张碎略图 这张图片原来是一个GPG 从网上找的 我用Photoshop给它变成了PNG带透明的图片 另外说一下这盘卡带 图片上这盘卡带就是我小时候玩的那盘卡带 只不过这个橙色有点太垃圾了 我保存的那盘卡带还是不错的 当时花了230块钱 这盘卡带好像是180块钱 这是一个小插曲 比如我们从网上找到了你要添加这款游戏的一个图片 先把它在Photoshop里面或者其他软件里面 先把它变成PNG格式 然后再复制粘贴到这个目录 复制粘贴到这个目录之后 注意这个文件的文件名 就是点PNG前面的那个名称 要和游戏列表里边那个游戏名称保持一致 图片的文件名要和这个位置的文件名保持一致 它俩才能关联 这个文件名是在游戏列表里修改 然后还有一个知识点 我从论坛里下载了PS游戏 它里面包括游戏的ROM这个很大 还包括游戏列表和搜列图 但是能进入游戏却没有搜列图 在游戏列表里不显示搜列图 原因在这里 还是进入设置 倒数第三个游戏列表 最后一个管理游戏列表 这里面有很多平台 找到PS平台 平台这里面有一个叫搜列图 现在能看到PS平台的游戏搜列图 这是因为在这设置的是标题画面 而不是抓图 我们再换一个FC 这个FC平台的搜列图默认显示的是抓图 这个抓图和标题画面有什么区别呢 看这里 进入搜列图 PS目录的搜列图 它里面这个文件夹的名称 前面是名称 后面是title 是标题的名称 然后再看一下FC 它这里面文件夹的名称是 Name搜列图 如果搜列图的名称是这个 那么在RA里 要对这个平台设置成截图 如果搜列图的目录是这个 在RA的平台搜列图里面要设置成标题 我们做一个错误试验 在游戏列表里面 把FC这个抓图改成标题画面 或者是系统预设 这个系统预设默认就是标题画面 我们改成标题画面 然后再进入FC 是没有搜列图的 但是搜列图的文件夹里面是有图片的 只是那个文件夹的名称不一样 游戏列表 管理列表 进入FC 搜列图 看一下搜列图的文件夹是什么名称 是抓图还是标题画面 或者是BOX 是哪个在这就选哪个 FC游戏默认是抓图 在这要选择抓图 这个视频教程就分享到这 希望对你有帮助 我是尔差 我们下次见